高警官 高高帥帥 不只是姓高而已 結果跟前妻幾年前離婚 兩個人二十六年的婚姻 育有一男兩女 很好 高警官 你當初對太太是一見鍾情 對啦 因為我從念書 我爸爸給我的教育比較傳統 就是說 因為我看到我哥哥大 我二十歲 那我哥哥當兵退伍回來的時候 交了一個女朋友 那時候我很小 是 我爸爸拿那個扁蛋 就把它射出 從那個客廳上 嚇出去 那個小高剛的 我看到一煞腦 我哥哥啪一下 就跪下來了 因為家裡人口多嘛 希望你長子就是說 也是幫忙家裡做點事 要有一點承擔 對 那時候 我父親就一直講說 你 我媽媽就開始就說 你如果跟男生講 你不能跟人家亂睡 你跟人家睡了 你就要把他取起來當老婆 跟姐姐講 你不能把男生 帶到我們的那個 那個餅子 我們那個 山河院 山河院那個餅 不能進到這個範圍 不能讓我們鄰居 看到你跟男孩子 手牽手 我從小就一直聽到這些 這個是不好的 可是那這個 媽媽的教育也蠻好的 就是 但是現在人家說 你老古板 那些古早俗上 你永遠見面 現在是不符合的 所以我到了 念書 到了警校 出社會 我知道帶女生回到家裡 我媽媽或我爸爸 都會有幾個要求 他說 這個女生 這個小腿 三圍要好 小腿不能太細 小腿不能細 這什麼 屁股不能沒肉 沒肉 沒有辦法做家事 所以爸爸的教育就是說 你要選一個女生 就是要照顧人家一輩子 你不要去死亂中心 就是說很慎重 很慎重 到了二十三歲 對 那時候在 民權東路那邊的 警察局上班 那有一天就是看到一個女生 遠遠看到一個 騎著小摩托車 小綿羊的 遠遠看起來 滿親切的 那過了紅燈 她闖了一個 搶了黃燈 沒有闖紅燈 就就攔下來 警察 攔下來 攔下來我就 看到她的那個證件資料 住在我們轄區 就看她年紀小我四歲 沒有開單 沒開單喔 那你還是有看著她的駕照 有 我看到駕照 隔一天又看到 又把她攔下來 旅行家也在傳啊 說每天早上 這一班警察很帥耶 不… 但是我就攔久了之後 我就也沒跟她講話 她自動有一次就騎到我前面 我沒有攔她自動騎到前面來 你要幹什麼 這樣子 你每次都攔我 害羞害羞的 那我就沒有說 我就比著 叫她走這樣子 回去我就跟我同事講 你住在裡面那個 龍江路三百九十三項 幾號幾號三樓那個 你幫我查一下 她家是什麼底細的 那一去她家一查 她們家這種 很大辣辣的那種 就是 我前院母會抽菸 喝酒 打牌的那種 那種 很豪邁的那種 像東北人那種 是… 我去到我前院母家的時候 她說 你要交哪個兩個給妳逛 她有兩個姐妹嘛 是這麼直接 真的… 那大的 我的前期算是大的 她才剛十八九歲嘛 那在當幼稚園的老師嘛 那妹妹還在念高中嘛 因為我爸爸後來跟我講一件 很後悔的事 他… 因為我哥哥年紀 我剛剛講 他…我小的時候 他大我二十歲嘛 那他退伍的時候 就認識女生嘛 那我爸爸就責罵他 到後來我大哥 就很晚才結婚 很晚很晚才結婚 二哥也很晚才結婚 三哥也很晚才結婚 大姐很晚嫁 都不敢 通通都三十幾歲才嫁 都壓力很大 男生都快四十歲才娶 那我爸爸… 那大哥娶生了一個 而且我爸爸是那種 老傳統 我大哥生的頭一顆女生 是個女孫子嘛 那二哥兩個都是女的嘛 那三哥生的第一個 也是女的嘛 哇賽 那我大姐嫁出去 是兩個都男的 二姐嫁出去 也一個男的 三姐嫁出去 也一個男的 那我爸爸就一直跟我 跟我聊天 說這到底是什麼情形 我沒去做壞心 是怎麼樣 我說這是你的重男性女 不是 但是 沒有一個大婆孫湯 來孫也要一個大婆孫 我生十個 他生十個嘛 我爸爸生十個 沒有一個大婆孫湯 我就跟我爸爸講一句 我以前帶我生 我可以多生幾個 我就講這句話 那有一天 我就帶著我那個女朋友 回到家裡 我爸爸剛好在山上 在山上做事 那無聊的老人 在山上自己做一些農作物 那我父親看到他的時候 就看我前夕 我就... 就有點面色 我一看他面色我就知道 就不爽了 這眼睛太大了 眼睛太大 太大也不行 過沒多久 就... 因為我前女朋友 就我前夕 我們來花蓮 來那個中橫 找我同學 開著車子 從宜蘭到那個 到花蓮再走中橫這樣 是... 那幾天就睡了 喂 哥哥 你怎麼看 我們也第一次交女朋友 差別了 反正就是那麼大 政府有薪水給我 那時候也夠養家了 那爸爸講歸講 我就不想跟父親再爭論這個事情 你就認定了這段感情 對 我媽媽有一天問我說 你們爸爸不是說那個女孩子 不是 我說... 我聽你的 我聽你的 後來他懷孕了 真的嗎 懷孕了 懷孕了... 男的... 對... 第一胎是男的 更奇怪的事情 更奇怪的是什麼 他最小 但是他算長孫嗎 長孫 對啦 然後是一個事情很奇怪 我爸爸前面 我三個哥哥前面都生女生 對 後來我三嫂先懷孕 我三嫂懷孕之後 換我太太懷孕 兩個差半個月 可是我太太突然肚子先痛 就在台安醫院先生了 生了之後是個男生 男生 然後我三嫂他去照的時候是女生 馬上肚子痛 馬上都推進去了 同一批醫生 同一批護士 同一些團隊的人把我三嫂的孩子 就我哥哥的孩子 也接生出來 也是個男生 但是他排第二 排第二 他們兩個是堂兄弟 差六分鐘 我爸爸七十幾歲才有這個長孫 一次兩個長孫 那一次兩個長孫 他就很開心了 他所有的沒有什麼大眼睛小眼睛的問題 完全讓這些問題 對啊 所以他自己 他也自己 但是他也做了一個很棒的決定 他從那一天開始 不抽菸不喝酒 通通都沒有 戒掉 你們後來感情怎麼產生變化 其實我們陸陸續續 我講真的 嫁給警察現在很好 以前真的是不好 怎麼說 現在的警察是很規律的生活 不需要你假裝說去應酬 不需要你假裝說要去什麼布縣 以前的警察就是要去布縣 以前的警察就是要去應酬 你沒有應酬你不會有績效 你沒有去布縣 你不會有任何的業績 我學會了很多抽菸 喝酒 所有的賭我都會 沒有一種賭我 我不會的 連看不懂的排酒 我都不懂怎麼要推排酒 我們的學長說 你不會賭 回去穿制服 為什麼不會賭 回去穿制服 你不會賭 你現在抓到一場職業賭場 你要怎麼做筆錄 你要怎麼問 所以所有的賭 算專業耶 你都要 所有的賭 只要台灣有賭的 你都要會 但是你會 不一定要去碰 但是你一定要懂 就像毒品 你要懂 可是你不能碰 一樣的 我們以前還要讓你學跳舞 你不會跳舞 你不能當警察 真的 所以就很像舞小姐 有的認識人像舞小姐 真的 這是真的 切嘴布 你也要 會 哥你為你帶一下靜臣切嘴布來 快點啦 不會 不會 會進官 我跟你說 我最近那個角頭 他們好像要火拼 是喔 真的 真的 類似啦 就是類似 講真的 我們那時候 我們年紀又輕 二三十歲 受不了誘惑 開玩笑 怎麼可能誘惑不到你 不可能 可是你一次兩次之後 晚上你睡覺 三四點你會做 咳 咳 咳 在家裡也會咳 請說他要睡覺 睡一睡 對啊 前妻就會問說 你是幹什麼 她會問你 你在什麼 我在幹嘛 我不知道 她會覺得你變了個人 對 就變一個人 因為我們生活日夜顛倒 到早上五點多才回到家 那你睡覺的時候七八點 你根本 大家都準備要上學了 我們還在睡覺啊 所以我的生活 跟整個家裡的小孩子 完全都顛倒過來 我沒有辦法跟孩子 我也看不到我的爸爸 他們正常生活 我爸爸都八九點就睡著了 那我八九點才準備要出門了 那十一點才開始我的夜生活 那我們可能一工作下去 一抓到案子 埋伏在車上 就是躲兩天 躲三天 等到抓到人為止 可是在車上你就覺得無聊 連三天你沒有打電話 回去給太太 就是每天在那邊比牌 這老婆真的很火 真會抓狂 可是真的 那個時候我們慢慢的業績 非常好 我們的做法 在老警察的觀念說你是很好 可是在太太的觀念你變 你就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人 所以你的前妻就堅持跟你離婚 他那時候也不是堅持 我那時候一直 我一直以為我是他的天 他常常講 我們是男人要有肩膀 但是男人不是大男人的男人 但是要有肩膀 我會覺得孩子 就是在我們一個屋子裡面 我們一個家裡面 我們要有一個肩膀 有雙手伸出來 呵護著他們 可是那時候 他跟我談離婚的時候 所以說你離婚的時候 但是你離婚的時候 你把錢 車子 房子跟店面 都給了前妻 那我那時候一直還以為說 我到講真的 我到幾年前我一直覺得說 我好像沒離婚 我都覺得說我沒有離婚 怎麼講 因為26年 我覺得我是 好像就是那一段是假離婚的 我覺得他是假的 因為我跟他簽完離婚那一剎 那我覺得說你一定會過來求我 沒有 然後我覺得 可能他真的死心了 那所以我覺得說我以前很多壞習慣 我煙 酒 檳榔 所有的壞習慣 我看得到的都有 你看黑社會有的東西 除了毒我不碰以外 幾乎都幹過了 那所以我就 一人覺得我開始就從開始戒毒 戒煙 戒檳榔 我戒了很久了 都是碰都不碰 也不應酬 所以那次你就把所有的財產都給了 沒有啦 財產爸爸的部分 我們不能給啦 是 這是我們自己個人的 因為父親 你自己正來的都可以給 那我們自己的 比如說我們名下的東西 以前買房子也都買他的名字 那我們就想 我們沒資格去跟一個 幫你生的三個小孩的媽媽 計較這個金錢 你如果跟他計較這個金錢 你不只不是男人 你就不是人了 這一段幫我剪下來 然後不停地在官網上 重播一千次